欢迎收看彩晶Espresso 晚上好我是小时 首先来看今天的马股趋势 在趁迪西纳买盘的带动之下 马股午后逐渐收复失地 最终上涨3.53点 以1759.16点闭市 汇率方面 由于欧洲中行鹰派态度明显 欧元兑美元刷新近两年新高 并导致美元兑亚洲货币纷纷走低 其中马币兑美元走强到4.2840令吉 对新元则贬值挂3.1371令吉 接着来看今天的市场交易数据 外资及散户今天净买1347万令吉 以及882万令吉 而本地机构则净卖出2229万令吉 接着由企业Black & White的单元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到底新加坡投资者 有多喜爱大马企业 短短两天内竟然有三位新加坡富豪 公布投资大马的消息 这当中最受瞩目的是 大马首富郭鹤年的侄儿郭孔峰 他昨天公布 上星期四透过旗下公司的交易 间接持有爱博士宝剑高达40.61%股权 同样受到关注的是 著名富豪玲荣福的东向 他宣布以19亿新元 大约61令吉 将TMC生命科学的70.36%股权 以及新加坡康生医院 注入他控制的产业信托公司 最后一位投资者是 新加坡福特集团联合创办人方庆文 他计划与加盟及联手 共同开发沙巴亚币的 18亿令吉海滨房产项目 接着为您公布一下好消息 财富网站以公司的 营收和盈利表现来排名 公布的世界500强榜单中 大马国家石油Petronas 成为唯一上榜的大马企业 不过国有受到油价暴跌冲击下 影响了油营收和盈利表现 导致排名大降59名次 至184位 营收为494亿7870万美元 而盈利是40亿9290万美元 其中美国百货巨头沃尔玛 凭着营业收入达4858.7亿美元 成为帮手 同时也是沃尔玛联市第四年 排在第一位 紧跟在后的则是中国的 国家电网公司 以及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换个焦点 莫石德重工上星期刚刚遭到国防部索赔 1亿4753万令吉 今天却宣布获得国防部延长服务合约 莫石德重工宣布 联营公司BHIC宇航服务公司 获得国防部延长大马皇家空军 EC725型直升机内部服务支援合约 长达三年零八天 合约价值2亿1500万令吉 该公司2014年获得的第一项服务合约 价值为2亿2000万令吉 包括最新的市约合约 这项国防部颁给的合约总值 将提高到4亿3500万令吉 今天的财经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